字幕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就說說 其實很多時候你們彈歌或找一些Callagpro的時候 都會看到G on B 即是一斜的公仔 其實究竟是甚麼,還有實質,知道為何沒用的 你只要放在歌譜上彈一下,有機會 但其實實質,會不會自己可以加這個裝飾下去呢? 這個裝飾我們叫Descending Base 稍後會講講,其實是漸降的Base 例如5月天的歌譜 G速 不要理會我只要Focus在這兩段 原先可能是下載也好 簡快之後原裝的公仔是這樣的 即是C,G,A,M,E,M,I,C 大家一看就已經認識了 其實去到後面 意思是如果我可以加Descending Base 加了之後就變成這樣 G,M,B,A,M,C,A,G,G 問題就是為何可以這樣加 不用清楚了 即是你不用檢查錯還是不錯 其實按照抄類就沒有問題 真的 好,其實為甚麼呢? 我們可以看看這張紙 這張紙 我就是介紹這個Descending Base 以及你究竟怎樣形容它 首先好像Focus在剛剛那首歌 G足 在頭那段的正歌 你會見到有一件事 就是那件事 就是一些常見的Code Progression 即是M.E 天使這首歌的時候 就會用上這個常見Code-Code 即Code-Code的次序 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 或我在這裡學到的 小朋友應該會知道 甚麼是progression 或是常見的progression 這件事 這個是C-Kid的 C-Kid的六隻Code 其實是六隻Code 其實創作歌通常用甚麼呢? 其實我可以說老實說 在地球上一萬首歌曲或有九千多首都會成功 而大家面前的這首歌曲是C Key的版本 詳細可以看我其他影片 關於初學的影片 關於這些曲折曲的曲折曲有介紹過 總之5月末的曲折曲避開到這個常見的 Quality công 鋼 1,4面CG, AMI, EMI 之後是F或DMI的 G,我可以選F,C,F,G 以至第二行都是這樣的 如果看到這個案件就可以用今天的主題是DESIGNING的BASE去裝飾 逢然是學習裝飾都一定會有些東西聽 因為其實不想大家看著筋改好、改好、執靈了的CORPRO就這樣背了算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普通,大家可以自己學習、試試加 DESIGNING BASE就是這個字,DESIGNING就是漸降的意思 剛剛這條捷徵就是G竹、頭段、正剛,也在用CKEY常見的捷徵就是你面前 CJ、E、MINE那些,這條是一條C SCALE,我想C SCALE大家應該都會知道是什麼 C大調的道爾法蘇,不知自己數也好,計數也好,或者上網抄都沒問題 就是這條,CDAFJ、ABC 下面這個,是將這個CMAO SCALE倒轉寫的時候 即是順著調轉的次序寫一次而已,沒問題了 其實勉強是倒轉去DESIGNING、漸降著 我們最終改出來的樣子就是這樣的樣子 看到上面剛剛CGA MINE那樣,就不要理會了,直接加這個就完成了 其實DESIGNING BASE是一樣的裝飾,其實也沒有改到C C的性格 即是C C,G C,不好意思 G C和G ON B的分別其實都指在於BASE上面 BASE是大家學T121321的時候,所謂的T或者叫做活音 在面前這把質 那個原理在哪兒呢? 我們先看BASE 不好意思,先講解這句話 G ON B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G ON B只不過是一個G CARD BASE ON B BASE即是T那個 T12132121的G ON一個全新的BASE 平時的G CARD G7、G X19等等 BASE都是G 而G ON B就是G CARD用B音來做BASE 當然按法上可能會有一點改動了 這些我就會在螢光幕打字 打出來的按法大概是怎樣 即是會有難有意的按法 那我就不明白了 先講解這格吧 這個只是斜G而已,這裡是一斜 斜G而已,斜G就是什麼? 而BASE的名字是A-7 ONG 這裡是四個按法,這裡有兩支 A-7彈夠了 才彈A-7 ONG 但有些人是喜歡不會再寫A-7的歌曲在前面的 上網也有歌譜喜歡寫C斜G 或者叫做C ONG ON ON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真的不能讓網上的譜經常 HAT住你的 其實有時網上的譜經常學習的方法 或者是寫出來的時候 因為可以速度快 尤其是寫不知怎樣 所以他可能有機會寫的方法不同 但我們都要狼豁一隻自己同一的寫法 就是你面前這個 其實A-7大家都不用太加意是什麼 A-7跟我們DEDSINING BASE的關係就不大 可能有時候我們加了A-7在2轉一些 CORD可以這樣說 這兩個都是 或者看我其他影片 其實有講解為什麼這兩個可以A-7 即是A-7和A-7都可以 同一寫法我們就這樣 平常家人家的同一寫法都是這樣 與其你都在學習新CORD就不差在 學習新CORD的按法 好,這個C-CORD T的WORD或者叫做BASS 就是C 我們撕到第一個C G ONB剛剛說過 是G-CORD用B音來做BASS 撕到上面的B A-MICE A什麼都好 BASS永遠都是A 中了A 按G 即是A-MICE A用BASS G 這樣就可以做到G 接著F 照查 C斜E 這樣撕到上面的E D-MICE A 就撕到D 這裏其實正在設定中 佔降七粒 是順著SCALE 倒轉的SCALE 順著降七粒 沒錯 原理就是這樣 但可能有些朋友真的留意到 為何我這個位置沒有 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沒有按E 其實按不按 都可以的 這個位置 有時候我們教人的時候 未必每次都這個CORD 會按BASS CORD F 你明白嗎 我們字面上是 字面上是DESCENDING的 實質都要看來的按法 CORD的按法 有些可能是一個迷你F 即是一隻手指按兩個F 所以我們做不到 在吉他上 都是順著7粒 這個位置可以不按 你都要按也沒有問題 也不是難按的 這個也不是主要考慮的因素 但就算你這裏按不按也好 你這裏也在設定中 5個 好了 另外一個Key 片尾我會示範 用C Key這段歌 來循例示範一下 好了 G Key G Key G Key 又怎樣呢 G Key 一樣原理 G Key 我們常見的Progression 就是這個 都是這個 你看到的歌 或者看我以前的影片 其實我也有講解過 G Key的CORD Progression 對 所以這裡我們不刻意再大提 G Scale是這條 不知道的 不懂的 其實上網抄也沒有問題 好了 倒轉寫一寫一條 就是G Major Scale 倒轉寫一寫 寫完了 就是這樣 下面這裡 還是歪了一點點 看看下面 跟過去的留言 我們不足夠解釋 你看到 G F E D C G F E D C G B B B A-7 A A D7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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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建議大家經常試一下 如果兩個鍵裡面的按法 我會在螢光幕旁邊展示給大家 看 我現在就沉黎抽出來示範一下 究竟是否會放進去 效果又會怎樣 沒錯 沒錯 這裡先講解一下 我一會兒示範一下 做什麼 其實我都會普通通放一支八搭的歐法 就是你面前這個 面前這三個寫法 其實都是同一個 來的 例如以前你們看影片 或者某些老師教的時候 你要教這款 T 1,2,1,3,2,1 那些 你們就看這個 看看明白嗎 如果好了 這個就是平常的 可以看這個公仔 Base 就是每個Code的Base 我們現在在學習設計的Base Base 即是Code一定要在五線 A-Mine Card 就一定要在五線 G-Code就在六線 Base 即是俗稱叫Wood 或者叫T 都可以 這些交叉就代表歐那條線 但有些人都看不明白 可以看看右邊的看 寫了一個Code 配合一個適當的數字 其實數字不需要怎麼知道 看看歐邊的線 就是這樣 這是我第一次示範的方法 我先試第一次 只轉了Base 我知道八達Alpha 完全什麼都不動的 試了一句 其實是OK的 意思是不會是炒 撞掉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正在按的Code 記住 那些按法 我在螢光網上會展示的 給大家看 有時候 我會覺得 設計的Base 不是很威風的 我也很想突出 設計的Base 的效果 告訴大家 我做了東西 我改了東西 雖然普通人都會割 但沒那麼割 聖誕樹 10個裝飾 同框 100個裝飾 就是兩件事 有多豐富 譬如說 我第二隻示範給你們看的方法 就是 我將這個音 因為這首歌 G竹這首歌 都是半個Bar的曲 這個Alpha是半個Bar 半個Bar 半個Bar 全部都是半個Bar 我半個Bar之後 就會轉曲 我轉曲的時候 我在設計的Base 我如何突出呢 很快一個方法 我先用紅Bar 解除了這個 直接寫多一次Base 那個字 以後面的Code 就解除了0 直接用3字 寫3字 你想想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下一個Code 是G和B的 下一次 下一個Code 會重複這個套法 第一顆都是Base 這裡頭尾是Base 下一個Code的開始都是Base 這裏就會做到 漸降的效果 可以這樣做 這裏就橙了衣服 直接寫T字 就是這樣 那現在Base 大概是怎樣 例如後者 我用紅筆 改了那一支 就會有類似的效果 大家在旁邊聽聽聲音 你會聽到 聽到這些聲音 如果我不刻意突出 你可能會聽到 這麼突出的Descending Base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去示範一下 現在不是說 突出的 夏天的風 你試一下 天上的星星 手滴上的陽 總是不能動 不能覺得足夠 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剛剛都會遇到一個個案子 例如說 你不是按F 去到C 去到C 就可以不需要Desc 如果你是按F 你可以在C 都可以繼續Desc C on E 其實也是那一句 你前面已經遞了五隻 到後面可以遞少一隻 兩隻 沒什麼所謂 就算你不Descending Base 你也會有其他的裝飾 舉一個例子 講完腳原 譬如說 去到F 我按F 我Descending不到Base 即是這些 迷你F 這些 這些 Descending不到的時候 你也會有 這些 這些 可以收拾 這條片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希望大家會勉強地學到一些東西 不用說黑葉子亂來 DescendingBase 記得多一句 有DescendingBase的時候 也會有 Ascending 向上的Base 不過這個 不要說不常見 就沒有DescendingBase 不常見 但是 那個原理都是異曲同工之妙的 但不是說你看到什麼 就無緣無故去跌 最重要是看到某條常見的 progression 就是這樣